Youtuber周明轩最近在访大陆拍片 称喜欢大陆觉得很安全 遭到炮轰 如今网红波特王爆料 7月下旬起将有十足网红 以这种模式互惠到大陆旅游拍片 名义是两岸青年文化月 陆委会都知情 他是台湾人 台湾人创的主持 类似这样的活动 当然他我们会特别 从陆委会的角度来讲 我们会比较特别注意 他的经费的来源 另外关于大陆艺人胡歌 旋风式访台 其实还有其他的艺人也来台 但都不知名 至于胡歌被规定 不准提繁花和上海 陆委会再度强调孔穴来风 那胡歌现在最出名的作品 就是繁花 繁花的背景就是上海 他来怎么可能在交流的时候 不谈繁花 不谈上海 我们陆委会除非是 头发空股令 才会去做这种限制 而即将举办的台北上海双城论坛 届时如果大陆来的是上海市长公正 陆委会表示 这层级不算太高 上海市长 并不是上海市的一把手 台北市长是台北市的一把手 所以如果我们的台北市长 极力邀请到上海市的第二把手来 我认为成绩不会太高 为了双城论坛 上海台班主任钟晓敏 也随胡歌到台湾 进行事前的磋商准备工作 陆委会强调入境前 就明确列出了行程 目前钟晓敏一行 皆按照行程走 没有意外 TVBS新闻朱光宏 陈向如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